今天做牛肉酱 先请师傅 叶师傅 把东西佐料切出来 生姜末 木耳丁 牛肉要切成 大指头大的那种 丁 洋葱大蒜 胡萝卜 自己种的山东大葱 先煸香配料 煎的差不多了 加点盐 倒入牛肉 加了生抽老抽以后 继续煸干 煸到轻松就能闻到牛肉的香味 然后倒入 洗好的豆豉 闻到牛肉和肚子的混合 香味以后加上红油 再加上 蒜红油瓶子的 蒜瓶水 一把山东大葱 再加上胡萝卜 加盖 小火 焖一下 来点胡椒 再倒入煮熟的木耳 胡萝卜也变香了 这叫牛肉不够 拿胡萝卜来臭呀 本来是应该加红辣椒 可是我们吃不了太辣 再加蚝油 两勺 继续加 我的山东大葱 我现在总结出来 这个山东大葱啊 我们要做什么 就陆陆续续的给 不断的蒸香 当你感觉到 连鼻塞的人都能够闻到 这个牛肉酱的香味的时候 就差不多了 最后淋上 一些醋 这是本人比较喜欢的味道 好继续 香到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就关火 出锅 先尝一块 香 实在是香